讲着马来西亚人很喜欢丢垃圾 我相信我讲这个说法 没有人敢不认同啊 对不对 今天我来到西亚岛 我差点连门口都进不了 真的超级的多 有什么东西引起到你 就是要做这个环保的生意呢 这是我的爷爷 就是爷爷那个年代 他已经知道环保这回事情了 请不要再乱丢垃圾吧 你不要了的东西放在街边 好 像很厉害可以跑到很厉害 就在前面上 对不起 到底有什么东西西亚是有收的 其实还蛮易轻的 这个叫大街的东西 讲着马来西亚人很喜欢乱丢垃圾 我相信我讲这个说法 没有人敢不认同啊 对不对 经常都看到路边很多人丢垃圾 就连那个这么大这么美的箱子给你 它们都可以只是丢在外面罢了 除非你说里面的箱满了就不用说了 可是里面空空的 垃圾在旁边这个是还蛮头痛的 加西亚箱特别设计了这个位置给大家 drop here thank you 怎样做呢 就需要开 然后这个位置其实够大 已经可以塞垃圾 垃圾搭下去了的 你就关回去 就这样罢了 ok 请不要再乱丢垃圾板 你不要了的东西放在街边 今天我们来到CRC 就是Community Recycle for Charity 这家公司 那在我身边呢就是他的Founder 也就是Casper 你好 你好 这家公司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然后 其实Casper之前也是做家私回收的 对对对 那有什么东西 inspire到你 就是要做这个环保的生意呢 inspire我的是我的爷爷 所以我小小哥的时候我就看他 他每次一得空闲空的时候 就是去找纸皮啊 任何一个可以拿来环保 他都拿回家 我不明白吗 我们还很小 那时候 他就慢慢解释 其实这个世界不是 不是只是我们罢了 我们也要去 每个人要准几个扎养 你一点我一点 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 就是爷爷那个年代 他已经知道环保这回事情了 太棒了 那我们看到身后的一座一座的这个山 其实还蛮震撼的 两年前 我到访过CRC 其实 那个时候 海山波仔 嘟一点点 他还看得蛮空旷的 今天我来到 吓到我 就差点连门口都进不了 真的超级的多 这些也是因为MCO的关系 大家有时间在家处理是吗 你可以这样说 然后每一次的过年 其实现在你看到呢 是少了的 而且他说这边是一半罢了 还有另外一半是在另外一个store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如果你们早多两个星期来 那个物品会是到门口外面了的 哎呦 就是这样恐怖 明福其实连门口都进不了了 进不到的 现在还进到 我这样瘦还进到 哈哈 全部人是来爬进来的 哇真的好夸张哦 而且这一些物品回收回来的 也只是几个地区而已对吗 还是Clang Valley 就是Around Clang Valley罢了 然后我们是Coke up不完整个 整个Clang Valley的每一个部分 都Coke up不完 如果你回收回来过后都很好奇 到底你们如何处理这些物品 嗯 然后到底他们会去了哪里 我们先放桶 嗯 然后收集了回来 然后我们就堆在这里 我们回来分类 我们就会把纸皮放在一边 也放在一边 也放在一边 嗯 玻璃一边 玻璃一边 也放在一边 架式也另外再放 架式也分开 所以我们已经分裂完了 OK 所以我们会对接 不一样的Venders来 跟我们买这一批的东西 OK 我们去做这个中间的这一块 放去那个Bean 那个Recycle Bean的人 都是没有收钱的嘛 对对对 就是我不要了 我就放进去就这样罢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因为你们拿回来这边 分类过后去卖的 对对 卖给Venders 那请问这些钱去了哪里呢 然后我们就会出粮给那些工作人员 嗯 我们有有八个Drivers 嗯 因为不然怎么收这样多东西 然后它每一个公司 它一定要有操作的 对要如何运作 要有金钱运作 对对对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过后 这个公司 就会把剩余的钱给下去去做 换环 西亚细是一个NGO 它不能够牵涉到钱的 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公司 去提供这个的 Cash Flow 给它去做这个动作 这个不用担心的是 因为西亚细这个代表 可以去到十多年 一定有个公司的一个公司 叫ROES 嗯 它会去审查我们的账目 是否我们有没有做到 好像我们说的那一样 如果是我们讲的做不到 它明年的那个批评 NGO license就拿回了 它就会拿回的 嗯 那你们如何筛选这些慈善机构呢 首先我们背后有一个team 所以他们会去探访先 然后去看他们的需要 我看到太多的事 我们一想 我们就是要买米啊 是是是 toilet paper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一个老人院 他还叫我们要安排一辆萝卜来 因为它的米已经差不多 生虫了 生虫了 然后那个toilet paper 一个store都满到碗 他们讲如果要用 可以用三年最少 所以他们没有地方放这些东西 大家捐错东西 捐错东西 对 就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一直去做study 其实他们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不会只是给钱 因为钱是永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make sure 他们要的是bed matrix 一些电器 电器 所以我们知道他要的东西 然后我们已经set了一个budget 我们每个月会有三到四间 我们已经要平分 要去做的 哦 所以我们都会这样来 要求聋服务啦 要求聋服务啦 真的是帮你收你不要的垃圾 拿去卖 卖了钱再捐出去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放东西在CRC的recycping 其实就是做一些好事的 yes 除了拯救地球 也帮了一些真的在金钱上 或者是其他一些真的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是不是 是 是是是 哇真的太有爱 太有意思 好厉害 谢谢 下一集做给地球 带大家去看一下CRC是如何监督整个回收过程 以及解 拿表演物品分类 来 忘记按subscribe和叮咚bell 更多有意义的内容为你sell 谢谢全马第一中文电台 my和shockapp的配合 创意呈现 环保内容 都在那里 听到看到